九年,九年才遇到一个人跟他学的,就是慧阔,慧阔是很诚信的,那时候冬天呢,看到大墓祖师在里面打坐,他也不敢去打脚,在门外就等着, 等着他下座,再来求他,时间太久了,冬天下雪,雪已经到膝盖了,大墓祖师还没出地,还在那里不出地, 你就晓得时间很久,慧阔的心坚定了,于是在这个时候,从前出家人穿的衣服都带戒刀, 这个袋子,你看出家人是,这衣服的袋子,袋子是绑戒刀的,他就把戒刀拔下来,把自己的手砍断,左手砍断,拿着这只手就供养大墓祖师, 所以二族只有一只手,那这手是供养师父了,这个时候大墓祖师睁开眼睛,一看这个样子, 哎呀,他说,你,你到底为什么,好苦来呢,自己把手割断的时候,来供养,尤其看他在这个雪地里又站了这么久,就问他为什么, 慧阔说,弟子心不安啊,求大师给我安心啊,心安,求安心啊, 大墓祖师听到这句话说,你把心拿来,我替你安,你看现在看到大墓的塑像, 很多塑像,都是这个样子,这个就是对慧阔的,你把心拿来,我替你安, 那么这一句话呢,就提醒了慧阔,慧阔说,灰光返照,心在哪里啊,绝对不是心脏啊, 所以你看,冷眼镜上,切除真心啊,找不到啊,阿难尊者也找不到心在哪里啊, 他一回光返照的时候,就跟大墓祖师说,他说,我密心了不可得,他说,我找心找不到啊, 找不到啊,找不到啊,大墓祖师说,欲如安心尽,我已经替你把心看好了,你去找不到啊, 这个对话当中啊,慧阔就开悟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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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